就算天气冷,运动还是要持续 民进党宜兰县党部 今天就在东山的天造工 举办快乐希望东山河畔千人践行活动 吸引大批乡亲热情来响应 一同在美丽的东山河畔践行 享受健康,也品尝了社区美食 东山天造工广场今天一大早 就吸引了大批乡亲涌入 响应民进党宜兰县党部 所举办的东山河畔千人践行活动 包括了县长林聪贤 立委陈欧坡以及党公职人员 也都共襄盛举 今天是我们东山羊 基本快乐希望的践行活动 东山羊有很好的优势 东山河源头 东山森林公园 和所有的好的都在三面 今天今天广东部 可以在这里来办理快乐希望的活动 也希望青春可以健康利用这个拜托出来走 当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青春 希望爱这个运动 当山河是我们十大这个经典的自行车道 很好的报道 欢迎大家出来 国会的优优是我们这次 蔡英文主席 相当名的其他事情 要是在国会 我总的做蔡英文改革力量的先锋 来为我们宜兰关 为我们台湾来打招 这些幸福 拜祭给大家 兴兴一专 在丽兽的关系市区 我们在此 当山羊的兴兴 保持第一名的得票人 让我们宜兰关的可以在外面 驾到游泳 我们大家健康美观 这场千人践行活动 从天造工出发 沿着东山河自行车道往上游践行 沿途紧致修丽 除了感受东山河整治成功 以及优美的风光之外 也能达到健身效果 同时还有许多社区的摊位美食 让参与的民众都满载而归 民进党一旦宪党部 希望借由柔幸的千人践行活动 换起乡亲 能以民主的参与力量来改变国家未来 建立公平正义社会 重新找回自信 点亮台湾 也走向快乐 迎向希望 宜兰新闻记者是世民 采访报导